第十一章,狩猎,尊敬的阿罗德斯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夏洛克,莫里亚地是怎么逃出遗迹的? 伊康瑟的心情比刚才轻松了不少 迎镜的表面微光闪烁,迅速勾勒出夏洛克,莫里亚地背靠墙壁 拳头时而松开,时而紧握的画面 然后,伊康瑟,伯纳德和附近的机械之星直视 队长们看到那位私家侦探露出浮夸的笑容 一个转身,拔枪冲了出去 这个瞬间,受构图影响,他们都莫名有了种悲壮又激昂的感觉 镜内的画面一下跳跃,呈现出夏洛克,莫里亚地持卧左轮 射击祭坛,却没有效果的场景 那一枚眉被分离的非凡子弹,看得在场中人竟有点揪心 接着,夏洛克,莫里亚地扔出了一把黄铜制成的钥匙 祭坛出现被污染不稳定的迹象 气浪爆发,A先生倒地 夏洛克,莫里亚地连番带滚地跑出了神庙式建筑 到这里,画面一转,略显浑浊的塔索克河成为了主要背景 夏洛克,莫里亚地和A先生浮于水中,同时望向了半空 那里有一片连云朵和雾气都没有的空白 几乎是瞬间,A先生变得透明,消失不见 只留下夏洛克,莫里亚地一人惊恶张望 黑夜教会的救援 伊康瑟微肘眉头道 可惜,他没在信中提到当时出现了什么 我们完全无从猜测 他想将这个秘密卖个好价钱 还是单纯受到影响,失去了相关的记忆 还有,他在那个地下遗境内的逃脱经历 没有任何显示 似乎随着相应线索的隐藏 也同时被隐藏了 他用流程化的语句,飞快分析了一遍 接着心理负担不是太大的将对等待遇定位为回答 而非冒险 阿罗德斯今天好像没什么恶作剧的精神 可以充分利用这点 伊康瑟自我宽慰中 看见镜面符献出一个个血淋淋的单词 咯瞪一下,他有了不好的预感 怀疑阿罗德斯已经调整过来,恢复了状态 鲜血描绘般的单词如动 飞快组成了一个问句 你付出一切,全力讨好 却只收获丢弃结局的对象是谁 嗡的一声 伊康瑟的脸庞先是失去血色 接着胀的通红 这个问题继次穿了他内心深处潜藏的伤口 又让他不知所措 如果说出他是谁 今晚之前,他的名声就完蛋了 我已经成为某种意义上的传说 伊康瑟艰难吞咽了口唾沫 语气惨烈地说道,我选择惩罚 一道闪电当即落下 但与以往不同 他不再银白沾染了些许绿色 这正中伊康瑟的头顶 刺激得他发丝根根竖起 且映出闪电的颜色 他摇头子般剧烈晃动着 仿佛被灌了致幻性的药物 大主教霍拉米克叹了口气 闭上眼睛 自顾自低语道,灵极风硬物 等到伊康瑟缓了过来 他环顾一卷道 还有一个问题 夏洛克,莫里亚地破坏降临一世的那把钥匙来自哪里 你们谁来使用2-111分 在座的机械之星 直视和队长们 你看我 我看你 一时尽无人回应 水声哗啦 拍击着船舱 天地间仿佛只剩下这一种声音 夜里的海上既喧嚣又寂静 克兰忽然醒来 睁开双眼 看见了披着飞红月纱的木制天花板 他的灵性直觉告诉他 外面有些事情 谁在优惠 他侧耳倾听了一下 隐约把握到了些许非自然的声音 克莱恩略意沉吟 翻身坐起 戴好手套 披上了大衣 他眼眸转身地掏出金币 往上弹起 快速做了个占卜 得到没什么危险的启示后 他将枕头下压着的左轮拿出 揣入了衣兜里 做完相应的准备 克莱恩开门走出房间 寻声来到上甲板 此时 脱离工业污染的海上 飞红之月静静悬挂 又神秘又梦幻 小心绕过几位巡逻的船员 克莱恩抵达了 有动静的那片区域 闻到了不太明显的血腥味 他借助月华 望了过去 发现前冒险家克里维斯 正蹲在船舰旁布置什么 与这位先生 隔了有十几米的船舱阴影里 躲着三个人 一位是克里维斯的伙伴 穿黑色大衣的那个女性保镖 剩下的 则是他们雇主的孩子 十四五岁的少女 和不到十岁的小绅士 这两个未成年的小家伙 穿的是后面睡袍 外屁那只的大衣 一看就出来的相当匆忙 夜晚的寒风里 他们有些发抖 但却依然精神奕奕地蹲在那里 目光炯炯地望着克里维斯 捉迷藏活动 克莱恩在心里打去了一句 他故意加重了脚步声 让克里维斯等人的目光 投了过来 朋友 发生了什么事情 克莱恩回忆着 在东区认识的 部分赏金猎人的神态道 但他依然保持着 格尔曼 斯帕罗这个身份 特有的冷峻和锐利感 克里维斯表情没什么变化地说道 一个私活 一场意外到来 又值得期待的狩猎 狩猎 克莱恩突然有些兴趣了 他之所以用格尔曼做 自己这个身份的名字 是因为这代表上辈子 玩过的某个游戏里的第一猎人 与他在海上狩猎邪恶的想法 较为契合 克莱恩没急着询问缘由 好笑地用带如动饥饿的左手 指了指旁边的阴影 私活 当着雇主的面做私活 蹲在那里的克里维斯 看了少女和男孩一眼 语气不变地说道 塞西尔不够小心 吵醒了唐娜和丹顿 只能让他们跟着 叫做唐娜的少女 听见自己被提及 皱了皱鼻子 颇为好奇地仰脸问克莱恩 叔叔 你也是冒险家 叔叔 就算地球的我也顶多比你大十岁 克莱恩好笑道 不 不能用也这个单词 严格来讲 这里只有我一个冒险家 他们现在只是保镖 他转而对克里维斯道 嗨 火鸡 发现了什么猎物 克里维斯望了望 染着淡淡飞红的海水道 一只鱼人 鱼人 这可是非凡生物啊 虽然是最低级的那种 但普通人想对付 还是颇为麻烦 怎么也得有五六个人 肆无赶枪 才有把握 对了 鱼人的鳞片很坚固 手枪只能半破防 得有连发布枪才行 克莱恩挑眉问道 你打算怎么做 而且 你怎么确定是鱼人 克里维斯指着传闲边缘道 这里有他提表年夜腐蚀出的一点痕迹 他在一到两个小时前 有尝试过爬上船 袭击乘客 但那时候 甲板上还很热闹 水手和船员众多 克莱恩上前几步 看到那处船舰的边缘 果真有些许显清绿色的腐蚀痕迹 他回忆起在亭根室接触过的资料 印证了书面的内容 颇感兴趣地反问道 为什么肯定是一只 而不是一群 他记得 鱼人有聚居生活的趋向 如果是一群 那他们会直接破坏船底 让所有人都沉下去 而且 这条航道极周围海域内 成群的愚人早就被清理干净了 风暴教会的人 非常喜欢狩猎他们 克里维斯诚然解释道 那是因为 愚人大概率对应着 序列酒水手魔药的主材料之一 克莱恩抹扎着 伊豆内的左轮手枪 含笑问道 你有把握吗 克里维斯没直接回答 打开了旁边的纸包 里面有还带着血水的猪牛内脏 这就是克莱恩闻到的 那股血腥味的来源 所有的鱼人都喜欢这类食物 抗拒不了他们的诱惑 当然 这些怪物最爱的是人的内脏 所以 在许多海上传说里 都强调 要于船只厨房内 准备些猪牛内脏 或内脏罐头 克里维斯边说 边往上面撒了些颗粒 而胡椒粒 能让鱼人产生抽大麻瓣的兴奋 失去一定的平衡能力 这会维持一分钟左右 在此之后 高度兴奋状态退去的鱼人 会非常疲惫 他玄机从衣物内 拿出一个木盒 将碧绿色的膏状物 抹在了三棱刺 匕首 和短刀的尖端 普利兹岗流行的薄荷膏 对人类来说 是一种独特的甜食 可在鱼人眼里 却是致命的血液性毒素 另外 我还向水手借了两杆步枪 取得了二十分钟内 不打扰这里的沉默 花费了不菲的金钱 但只要能成功猎杀一只鱼人 就将有十倍 二十倍 甚至三十倍的收获 不愧是资深的冒险家 对猎物的弱点和问题 掌握得异常清楚 听他这么一说 我感觉 他们真有 成功狩猎鱼人的可能 即使他们不是非凡者 低序列的非凡者 在面对陷阱和热武器时 确实不会比普通人强太多 死在黑帮蟹斗里的低序列 非凡者也不是没有 不过 鱼人就像穿了套全身盔甲 不那么好杀 他会受伤 但未必逃不掉 克莱恩好奇问道 你似乎杀过不少鱼人 了解常见的海怪有什么特点 是一位冒险家活下去的前提 克里维斯 没有被赞扬的喜悦 依旧沉浸 两人对话的时候 少女唐纳和男孩丹顿 蹲在阴影里 听得津津有味 只觉那是世界上最有趣的事情 嗯 我也得补一补这方面的功课 克莱恩笑笑道 原来是这样 我没有打扰你们吧 克里维斯边将部分内脏 穿到吊杆上 边低沉说道 如果你想参与 就负责照看唐纳和丹顿 让塞希尔不用分心 好啊 想要旁观的克莱恩 笑着答应了下来 第十二章 舌尖上的鱼人 红月高高悬挂 克莱恩走到唐纳和丹顿姐弟俩旁边 蹲了下来 克里维斯的女性同伴塞希尔 明显输了口气 拿起甲板上的步枪 半斧身体 快步走至另一个方向 与撒了胡椒粒的猪牛内脏 依然隔了十来米 叔叔 要开始了吗 长着俏皮雀般的少女唐纳 忽然有些紧张 但脸上却写满好奇和期待 克莱恩竖起左手食指 抵在嘴前 是一两个未成年的小家伙近身 这种时候 他总忍不住感谢罗塞尔 正是因为这穿越者前辈的努力 他习惯性的一些手势 才能成为北大陆通行的肢体语言 不至于产生误解 听说在第五级初期 不要说话 这个手势在鲁文表示辱骂 在南大陆某些地方 则是闻我的意思 克莱恩的思绪一时有点发散 唐纳和丹顿不敢再开口 安静地蹲在那里 专注地看着克里维斯 做战前的准备 那位前冒险家 拿起一根吊杆 将挂着份猪牛内脏的丝线 抛出了船弦 扑的一声 诱饵入水 克里维斯不慌不忙 将剩余的内脏散开 自己拿着武器 一步一步后退 夺到了和塞西尔相对的阴影里 两人与驾着吊杆的船弦连线 形成了大约60度的夹角 靠好三棱刺等兵器 他抬起步枪 试了试瞄准的感觉 甲板上彻底安静了下来 只剩蒸汽机运转的轰鸣声 和海浪拍打船只的动静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唐纳和丹顿忍不住改蹲为座 背靠船舱木板 舒缓双腿的麻痹 就在这个时候 他们看见船弦上的吊杆沉了一下 发闷的摩擦声飞快往上 越来越近 忽然 一道身影跳上了甲板 那是个沐浴着飞红月光的怪物 通体覆盖墨绿色的鳞片 流淌着泛青的年夜 他和人类没有太多相似之处 就像一只巨大的鱼 长出了健壮的四肢 手脚的缝隙里 则有明显的谱 这鱼人身高超过一米九 眼睛远古 脸颊长腮 容貌如同传说里的魔怪 看得唐纳伸手捂住了嘴巴 防止自己本能尖叫 与此同时 他也捂住了自己弟弟单顿的嘴 意识不错 克莱恩暗笑一声 认真审视起那只鱼人 与他之前见识的水手失控者不同 真正的鱼人 没有人类一样的脑袋 就是纯粹的怪物 那鱼人略显警惕地环顾了一圈 然后才蹲了下去 拾起地上散落的猪牛内脏 飞快赛入口中 发出明显的咀嚼声 他以白为主的眼眸内 神采逐渐涣散 仿佛陷入了一场迷梦 智商不高 克莱恩摇了下头 给出判断 碰 克里维斯扣动了扳机 一枚子弹从步枪里飞出 瞬间打在鱼人的胸腹间 打得鳞片破碎 血肉飞溅 哇 鱼人发出小而利哭般的叫声 双手一撑 扑向了阴影里的克里维斯 快得就像一列蒸汽火车 这个时候 另外位置的塞希尔也开火了 碰 步枪子弹击中鱼人的侧位 带来诸多碎片的散落 和高大身影的亮强 吃了胡椒里的鱼人 出现肉眼可见的迟钝 他停在了那里 不知该先解决哪个方向上的敌人 而这给了克里维斯和塞希尔 从容上膛的机会 他们再次瞄准 有前有后地扣动了扳机 碰 碰 两朵血花相继绽放 疼痛让鱼人的眼神恢复了清明 他连带带扑 躲过后续的射击 就像没受伤一样 击近了克里维斯 克里维斯有条不稳地放下手里的步枪 拿起了靠在旁边的三棱刺 他不躲反镜 一个前跃 滚到了鱼人的侧方 手中的三棱刺 又很诱准地扎入了 猎物侧类鳞片破碎的地方 鱼人猛然悬身 带起一阵禁风 硬生生将三棱刺 连同克里维斯一块甩了出去 让那位前冒险家冬的一声 摔在甲板上 鱼人摇晃了下脑袋 似乎感觉到了身体的强烈不适 他没在攻击克里维斯和塞希尔 迈开大步 奔向船弦 试图跃入大海 碰 塞希尔的子弹 又一次命中了他 制造出血色的花朵 可依然未让他失去行动能力 蹬蹬两步 鱼人跑到了合适的地方 膝盖弯曲 即将跳起 可是 他身体一软 竟没能成功发力 跳出的距离明显不够 只能跌在船弦内侧 碰 鱼人硬扛着步枪的伤害 想要翻越船弦 眼见他逃脱在望 克莱恩拿出了自己的左轮 就在这个时候 一声砰的巨响 从另一个方向传来 鱼人左侧的眼睛 随即变成了血色窟窿 让人隐约能看见里面蠕动的苍白胶状物 他还没有死 趴在船舱位置 竭力爬动 试图重新站起 过了几秒 毒性爆发 他抽搐着彻底死去 克莱恩寻身望去 看见另一侧通向船舱的阴影里 走出个中年男子 这中年男子 穿着暗红色的后外套 白色的宽松长裤 头上戴着这个时代标准的船型帽 他手里提着一杆落后于时代的铁色手冲 粗大黑身的枪口 正冒着白烟 克莱恩之前听试者介绍过 认识这位男子 知道他是白马脑号的船长 爱尔兰 卡格 眼角 额头 嘴边有着明显皱纹的爱尔兰 走向克里维斯 微微笑道 作为一名船长 我必须保证 没有意外发生 请原谅 我一直在旁边观看 克里维斯早已站起 没有什么情绪外露 这是你的船 按照惯例 你有全分享战利品 爱尔兰侧头瞄了眼克莱恩等人 含笑道 下次补充清水和食物 是在两天后 你们还得自己想办法 保存愚人的尸体 不如这样 便宜点卖给我 差价就算我应该得到的报酬 这是最好的办法 克里维斯和塞西尔交换过眼神 答应了爱尔兰的请求 只要130磅 他整只都是你的 愚人身上的非凡材料 试驾在150到200磅之间 考虑到其他有灵性的部位 130磅却实很便宜了 不过 克里维斯他们也只能这样 这是爱尔兰的船 有一大帮持泄水手和船员帮他 真要谈崩 分分钟钟可以把在场所有人沉进海里 当然 前提是我不掺和 嗯 看得出来 克里维斯和塞西尔不是非凡者 至少不是格斗和射击领域的非凡者 倒是爱尔兰有点可疑 克莱恩站了起来 旁听着交易 不 你似乎误会了什么 我不是在威胁你们 150磅 这是个公道的价格 爱尔兰 卡格喊来一名水手 给了他保险柜的钥匙 你就是公正的爱尔兰 塞西尔似乎这才想起 对方在海上的绰号 爱尔兰笑了一声道 是的 这时 被之前激烈战斗和活生生怪物 惊呆的唐纳和丹顿姐弟跳了起来 又兴奋又害怕地奔跑了过去 靠拢鱼人的身体 他 他真的死了 唐纳用脚尖踢了踢鱼人的身体 接着就像害怕对方复活般跳了开来 躲到了自己弟弟身后 真的是怪物 丹顿吸了口气 睁大眼睛道 在海上 有很多怪物 其实 这不该叫鱼人 他除了有四肢 能站立 和人类没有相同的地方 我更喜欢称呼他鱼怪 爱尔兰温和笑道 他随即蹲了下来 掏出把小刀 剖开了鱼人眼部下方的脸颊 露出里面沾染着些许红色的白皙嫩肉 鱼人身上最美味的部位 适合生吃 爱尔兰小心翼割了片下来 递给唐纳 你让我想起了我的女儿 可惜 她已经长大 有了自己的家庭 我 我不敢吃 唐纳看着匕首尖端戳着的薄薄肉片道 哈哈 你们谁想试试 爱尔兰笑着环顾了一圈 确认灵性直觉 没有任何提醒后 克莱恩点了点头 我很好奇 爱尔兰当即将匕首递给了他 试试 在陆地上 即使贵族 也不一定能有机会吃到 这不是鱼人 这是鱼怪 可以理解为变异的鱼 他在打消那对姐弟的恐惧 克莱恩本想问有没有芥末 酱油之类的调味品 但见对方没提 也就不好开口 怕显得没见识 他接过匕首 咬住那片染血的嫩肉 将它吞入了口中 那是一种入口即化般的感受 血液的腥味很淡 带着恰到好处的咸味 完美衬托出了肉质的鲜美甘甜 克莱恩嚼动了两下 只觉着鱼肉之嫩之美味 生平仅见 非常棒 他毫不吝啬地竖起了拇指 唐娜好奇 旁观的整个过程 突然对鱼人眼下脸颊肉 有了强烈的兴趣 这压倒了他的恐惧感和恶心感 于是他提出了尝试的想法 爱尔兰满足了他的要求 微笑看着他眼睛紧闭 脸部皱成一团的咬住肉片 唐娜的神情逐渐舒展 很快睁开眼睛 激动赞美到无法描述的美味 有了他的带动 丹顿 塞希尔等人 分食了本就不多的眼下脸颊肉 吃得又满足又不满足 满足的是味道 不满足的是分量 克里维斯见爱尔兰吃掉最后一块 指了指愈人的身体道 两类的肉适合油炸 肚子肉火烤 其他部位很难吃 和我的想法一致 爱尔兰呵呵笑道 我让厨师立刻做 这样的夜晚 一起享受美食 一起品尝美酒 交流海上的传说 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 很期待 可是 好好的狩猎活动 为什么变成了美食交流会 克莱恩吞了口唾沫 第十三章 宝藏的传说 甲板之上 烤架下面额外垫了层石棉 防止煤炭火星被风刮出 灼烧船面 肥胖的厨师系着围裙 戴着罗塞尔发明的白色高帽 不停用细密的毛刷 将混杂了罗勒 小茴香 海盐 胡椒粉和柠檬汁等 事物的秘质调料 涂抹于白嫩的长条鱼肉上 并时常翻转 保证两侧均匀受热 鱼人肚子的肉多有油脂 一滴滴落下 让铁网下面盛放的煤炭 发出滋滋的声音 往上窜出火苗 诱人的奇香逐渐弥漫 克莱恩吸了一口又一口 他的面前已摆好圆桌和椅子 上面放着瓶造型别致的酒 酒的颜色惊鸿 晃动间似有些微粘丑感 苏尼亚血酒 由金色泉周围区域特产的 甜木汁酿造 就像混杂了血液的稀薄蜂蜜 它口感甜润 但非常容易喝醉 如果你看上哪位女士 想请她喝酒 可以考虑这种 她会让对方不知不觉喝多 哈哈 前提是 你得有足以承受她的酒量 察觉到克莱恩的审视 爱尔兰 卡格船长半开玩笑地介绍道 不愧是曾经的水手掌 自带婚笑话素养 克莱恩坐了下来 保持着冷峻的态度 一名合格的冒险家 不会沉迷于酒精 他旁边的克里维斯点了点头 只有回到家里 冒险家才允许自己喝酒 那真是遗憾啊 爱尔兰转而望向 正好起打量苏尼亚血酒的唐娜 和丹顿姐弟 笑了一声道 这不是未成年的孩子 该体验的东西 我喝过 真的很好喝 唐娜当即反驳道 只是 只是后来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睡了整整一个下午 我记得 你那次喝了两杯 小声是丹顿艳羡地说道 爱尔兰没满足他们的渴求 吩咐船员给了姐弟俩 各一杯甜冰茶 并随口解释道 这条船上有不少南方人 丹顿收回失望的目光 看向已被取走 有价值材料的鱼人 略显天真的说道 其实 其实 他并不是那么可怕 他就是一条比较大的 特别丑的 有四只的鱼 唐娜瞥了弟弟一眼 祝贺你 你终于认识到了他的本质 他随即眼巴巴地望着克里维斯和爱尔兰 叔叔 叔叔 海上有很多这样的怪物吗 鱼人并没有超越想象的非凡能力 在普通人看来 他就略等于海上的猛兽 略等于传说魔怪的生物原形 爱尔兰呵呵笑道 在主航道极周围海域 类似的怪物很少出现 早就被清剿得差不多了 能遇到一只鱼人 见识到这种生物 是你们足够走运 你想想 如果经常能猎杀到 价值二百磅 甚至更高的怪物 那我肯定不会做客船的船长 我会组织属于自己的捕猎船 追逐这些金磅 说得非常有道理 克莱恩暗暗喝了生采 根据他刚才的观察 鱼人身上的非凡材料 应该是他的鱼镖 那蔚蓝如水的光芒 让人就像看见了宝石 克里维斯端起水手缸 送来的红茶 先闻了闻味道 然后才抿了一口 只有偏离主航道 深入经常笼罩迷雾 或风暴的大洋 才有不低的机会 遇到这样的怪物 但那非常危险 除了会攀爬 有鳞片的鱼人 那些海域里传说 还有上半身是人类 下半身是巨蟒的那家 他们长着六条手臂 动作非常敏捷 爱尔兰接过了这个话题 还有土出的枝叶能 俯视干净许多人的巨大章鱼 有轻轻一顶 就先翻掉一条船的恐怖海怪 有歌声让人沉醉 再也不愿意离开的美人鱼 有能制造闪电的蓝色巨龙 有扇翅可以掀起飓风的大鸟 这些我都没有见过 都是海上的传说 没人知道真假 美人鱼 克莱恩的表情未有变化 很有趣 唐纳一脸神往地赞叹道 单顿左看右看 见克莱恩没有发言 虽好奇问道 叔叔 你也是冒险家 你之前见过这样的怪物吗 克莱恩愣了一下 微翘嘴角道 见过一次 当时我们有五个人 意外遇上了一只 一只鱼人 经过激烈的搏斗 终于解决了他 这是他在停根时的真实经历 也是他第一次直面失控的官方非凡者 当时他和老尼尔英 恶龙酒吧老板斯维英的请求 帮忙清除了一位易变的水手 想到这件事情 克莱恩有些缅怀 有些唏嘘 脸上硬装出来的冷峻和锐利 不由柔和了许多 五个人 反问的同时 唐纳动作很隐蔽地数了 数刚才参与战斗的人员 一 二 三 他发现之前击杀鱼人 只有三位动手 不等克莱恩回答 埃尔兰略显差异地开口了 意外遇上 是的 克莱恩坦然回答 有人伤亡吗 埃尔兰追问了一句 克莱恩摇头道 一些轻伤 意外遇上 只用五个人 就解决了一只鱼人 你们很厉害 克里维斯 给出了自己的评价 他的伙伴塞谢尔 也用点头 表明了自己的惊叹 刚才的战斗 简短迅捷 鱼人似乎不堪一击 但他和克里维斯 都很清楚 如果没有预先准备的诱饵 没有胡椒力 带来的致幻效果 和后续疲惫 没有薄和膏 对鱼人的致命威胁 没有借来的两杆步枪 在场不知道 要死多少人 才能杀得掉一只鱼人 确实 很厉害 埃尔兰若有所思地 看了克莱恩一眼 那可是四位序列九 一位序列八组成的队伍 克莱恩半笑半叹道 当时我还非常年轻 甚至没经历过什么战斗 只是纯粹的辅助 叔叔 你现在也很年轻 唐纳用力点了下自己的脑袋 这句话我爱听 克莱恩敏锐发现 埃尔兰船长 因自己刚才的话语 放松了不少 这个时候 几位船员端来了一个陶瓷大盘 上面放着炸制金黄的鱼肉 撒着点缀颜色的罗勒叶 勾人的香味扑鼻而来 埃尔兰端祈祷了苏尼亚血酒的杯子 发表了祝酒词 一个美好的夜晚 风暴与我们同在 美好的夜晚 唐纳和丹顿欢呼一声 各自喝了口甜冰茶 克莱恩选择用红茶杯子 与对方碰了一下 他插起一块来自于人类部的肉 只觉它紧致结实 没什么脂肪 但吸收了植物油后 太干的缺点被弥补 于咀嚼中散发出回味无穷的弹性和肉香 果然比眼下脸颊肉差一点 但也足够好了 胜过我在贝克兰德和普利兹港吃过的所有鱼 克莱恩满足地赞叹道 埃尔兰放下手里的刀叉 喝了口苏尼亚血酒 就这刚才的话题叹息道 在海上最危险的不是怪物 而是那些海盗 他们驾驭着船只 想到哪里就到哪里 谁也无法提前做出防备 船长叔说 我们会遇见海盗吗 单顿吞下油炸的鱼肉 有些担忧地问道 埃尔兰笑道 去罗斯德群岛的航道 是全世界最安全的 每隔两三天 就有殖民岛屿可以停靠 沿途还经常有皇家海军和风暴教会的船只巡逻 即使有拿火海盗流窜到这里 也不会做太过分的事情 在见识过我们的火炮后 他们最多勒索一些赔偿 见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安心下来 埃尔兰又补充道 但从罗斯德群岛南下 或者继续往东 我们就得依靠主的庇佑了 许多海盗活跃在这些区域 与海军和教会的船只捉着迷藏 如果运气不错 我们会非常顺利地抵达南大陆 抵达每一个地方 但要是不够走运 就会遭遇相当强大的海盗 这包括那七位海盗将军 甚至四王的舰队 不过 你们也不用太担心 自从纳斯特成为五海之王 制定了一些通行与海上的规则后 大部分海盗也就洗劫你们的钱财 不会做出太过分的事情 这里面 我们最害怕遇到的是黑色玉京香号的船长 地狱上江路德维尔 他会让手下杀掉船上所有的人 将这些无辜者丢入地狱 其次是血之上将瑟尼奥尔 他喜爱鲜血 纵容属下做一切恶行 许多少女遭他们蹂躏后 还被迈到了不同岛屿 唐纳听得打了的寒战 下意识转移了话题 我听说 我听说海上有很多宝藏 是有宝藏的传说 但绝大部分是假的 爱尔兰看了克里维斯一眼道 故事最多 名气最大的有六个 排在第一位的是死神的钥匙 传闻第四集末尾 掀起苍白灾难的死神 被七神击杀 却没有当场陨落 试图返回南大陆 他掀起狂暴的风浪 制造无法逾越的障碍 彻底隔断了南北大陆的航道 这就是狂暴海的来源传说 但是 他最终没有回到南大陆 消失在了那片海洋里 说到这里 爱尔兰有些向往地叹息道 据说在狂暴海的某个隐秘地方 死神遗留的宝藏 正等待着持有特定钥匙的人 找到并打开 可那把钥匙长什么样子 会出现在哪里 没人知道 排在第二位的是布老拳 就在苏尼亚海深处 传闻死亡之一的 不死之王阿加里图 就喝过布老拳的泉水 第十四章 让人向往地大喊 布老拳 喝了真的能永远年轻吗 唐纳睁大眼睛 好奇问道 他并没有什么期待的情绪 因为他还足够青春 爱尔兰为立刻回答 插了片油炸的鱼人侧类肉 两口撕咬吞下 然后抿了少许苏尼亚血酒 甜润的口感 完全冲淡了油炸的腻味 他半闭眼睛 一副美食家的做派 回味了几秒 他才慢悠悠解答 启唐纳的疑问 我不清楚 是否有布老拳 也无法确认 不死之王阿加里图 是否喝过他的泉水 我只知道一件事情 那就是 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就有听到 这位海盗王者的传说 就像五海之王纳斯特 似乎永远活着一样 他们的胡须 肯定很长很长 超过了胸口 单顿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事实上 五海之王纳斯特的胡须 直到脖子下方 他坐在甲板上 披着黑底因边的 华丽长袍 带着比他脑袋 高两倍的尖塔皇冠 就像神灵一样 俯视着周围的一切 爱尔兰的语气逐渐低沉 仿佛陷入了回忆的泥潭 难以挣脱 船长叔说 你见过五海之王 唐纳兴奋问道 这是最传奇的海盗 他的名字通行于海上 就连港口城市的 小孩们都熟知 整整几代人 是听着有关 他的故事长大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在许多人的认知里 纳斯特就等于 真正的海盗王 我记得黑皇帝的 晋升条件之一 是将本身的名字 与皇帝称号挂钩 深入民众的心理 这算是初级版 简落版的尝试 也不知道 五海之王达到序列级了 克莱恩虽然专注于 品尝炸鱼人肉 但还是被众人的话题 勾动了思绪 面对唐纳的提问 爱尔兰叹了口气道 那时候我还很年轻 还在威廉武士号上服役 有一次 我们的舰队 试图穿过狂暴海的 天灾海峡 在那里遇到了黑皇帝号 那几分钟里 包括舰队长官在内 所有人都失去了 反抗的意志 幸运的是 纳斯特并未下令攻击我们 很酷 男孩单顿 眼睛发亮的赞美道 爱尔兰不再继续这个话题 笑笑道 至于不死之王阿加图里 我并没有实际见过 只知道悬赏令上的 他是个脸色苍白的中年男人 苍白到什么程度呢 我举个便于理解的例子 像死了一段时间 刚开始腐烂的尸体 唐纳和丹顿听到这个比喻 下意失望了 以千疮百孔的愚人尸体一眼 不自觉如动了下喉咙 当然 悬赏令的重点不是长相 是金额 仅在鲁恩 阿加图里就价值十万磅 而他是四王里悬赏金额最低的 爱尔兰岔开了话题 我们继续宝藏的故事 排在第三的是 所罗门帝国的遗产 在第四季 那个庞大的帝国 被肢解和覆灭时 他的王族带着神灵 都极度的宝藏 登上船只 驶入迷雾海深处 等待着重见王朝的机会 可是 五百年过去 一千年过去 一千五百年过去 他们却在没有出现 据说乌海之王纳斯特 就继承了 所罗门帝国的部分遗产 没人知道 他是不是真正的黑皇帝后裔 塞西尔饶有兴致地补充道 迷雾海 北大陆西安 唐纳回想着自己的地理学知识 对 克里维斯简洁回应 北大陆西边是迷雾海 东边是苏尼亚海 南方是狂暴海 北面是北海 南大陆东西两侧 与北大陆类同 南面则是极地海 它们合在一起 就是所谓的五海 卢恩王国背靠霍纳奇斯山脉 和内陆的尖海 东陵苏尼亚海 南底底西海湾 占据了前往狂暴之海的 数个幽梁出海口 但并不涉及迷雾海 这样 唐纳对太原的宝藏没什么兴趣 转而问道 第四个宝藏呢 那属于第四季最后一个帝国 特伦索斯特 传闻它们建造了一艘 相当于一座城市的巨大船只 将所有的珍藏 所有的财富 都转移到了上面 可笑的是 它们的逃避没能产生作用 预定的乘客和船员们 都没能及时抵达港口 没一个存活下来 不过 那艘船却自己消失了 直到今天 依然时常有人宣称 自己在某个充满迷雾的夜晚 看到那巨大的船只无声驶过 它被称为幽灵帝国 出没的地点便布苏尼亚海 这是从那些故事里总结出来的 爱尔兰抬头望向高空的红月 语气里带着点嘲笑 又藏着难以掩饰的向往 也许明晚 不 今晚 我们就能看到 它从旁边驶过 唐纳又期待 又兴奋地畅想着 克莱恩收拾好剩余的食物 喝了口红茶 颇感兴趣地 听着爱尔兰讲述剩余的宝藏 第五个是失落的纽因斯 传闻在迷雾海底 有一个属于智慧生物的文明 那片海域的航海家 冒险家 经常会找到些奇特的物品 它们都指向着古老年代里的纽因斯 但这个文明的成员从未出现过 像是早就消失于这个世界 爱尔兰喝了口剩余的苏尼亚血酒道 那是一个文明留下的遗产 丰厚程度绝对难以想象 爱尔兰顿了两秒 放下酒杯 笑了一声 其实 我最向往的 也是实际多过传说的宝藏室 沉默的月桂号 一百多年前 它装载着王国从东拜朗 获得的黄金珠宝 和各种贵重物品 因为偏离航道 沉默在了狂暴海和苏尼亚海 不知哪个地方 直到今天也没被发现 据说 上面的物品总计价值几百万磅 几百万磅 这个数字 让唐纳惊乐脱口 作为一个商人的女儿 而且已经接受过好些年的教育 她对这个数字代表着什么 隐约有点了解 在鲁恩 百万富翁是绝对的有钱人 仅次于最顶尖的大贵族 大富豪 几百万磅 让我免费加入 克拉格俱乐部的玛丽太太 身为王国大气污染 调查委员会的委员 考一母公司的大股东 身家也才几万磅 而就算这样 她在贵族和商人圈子里 也足够富裕 是相当受欢迎的黎仪女士 甚至有贵族子弟求取 克莱恩迅速找到了比较对象 爱尔兰嘴角含笑地感叹着 如果能找到沉默的月桂号 那我就不再做船长 我要前往贝克兰德 我要成为慈善家 我要购买土地 捐助政党 拿到一个世袭的爵位 我听塔利姆提过 勋爵 也就是从男爵的爵位 大概要三十万磅 男爵是八十万磅左右 如果你打捞出宝藏 子爵 甚至伯爵 都是可以想象的 几百万磅啊 克莱恩在心里帮对方完善了计划 如果是我 我不会这样 我要购买一个很大的庄园 塞希尔也开始畅想 收获宝藏后的生活 我要请很多仆人和帮庸 种大片的小麦 建立葡萄园 专门给自己酿酒 还有 可以晒到阳光的大房间 悠闲活动的牛 羊和马 自家末房出来的面包 就像画一样美好的景色 爱尔兰听地笑了出声 女士 你知道这样的一个庄园 价值多少吗 不 不知道 塞希尔摇了摇头 也就几千磅 只要打捞出沉默的月桂号 你可以买下 一千个类似的庄园 爱尔兰用具体数字 阐明了那个宝藏的价值 一千个庄园 塞希尔忍不住端起杯子 喝了口红茶 在此之前 他知道几百万磅 是非常多的钱 但没想到 能多治这种程度 为了缓解内心的震动 他看向了克里维斯 头 如果你找到了沉默的月桂号 你打算买什么 不 过什么样的生活 克里维斯沉默了一下道 回家 告诉他们 我不用再出海冒险了 不错的家伙 克莱恩微微点头 唐纳则好奇地望向他 冒险家叔叔 你呢 克莱恩没什么表情地回答道 告诉自己 不要再睡 快点醒来 扑 唐纳把刚喝的甜冰茶喷了出来 幸运的是 桌上的炸鱼已经被吃光 此时 克莱恩在心里却感叹了一句 虽然知道 基本没可能找到宝藏 否则各大教会那么多强者 早就完成了 但刚才讨论相应的话题时 我还是忍不住有些心热 这就是宝藏的魅力啊 哪怕只是一个传说 也能吸引到许多冒险家 唐纳擦了擦嘴 淑女样坐好 似乎刚才失态的不是他 小男孩单顿意犹未尽地问道 还有别的宝藏传说吗 爱尔兰望向克里维斯 示意由他来解答 克里维斯不慌不忙喝了口红茶 语气低沉地说道 海上的宝藏传说 永远都数不清 精灵的隐秘聚居地 失踪在迷雾深处的海盗船 封印着强大魔怪的海底城 罗斯尔大帝最后的密藏 等等等等 啊 大帝已经到了 给别人留宝藏传说的层次了 如果是真的 里面会有亵渎之牌吗 会有几张 对了 之前死神要事的传说 也许能帮阿兹克先生 恢复更多的记忆 等下写信告诉他 克莱恩好奇又期待地想着 第十五章 悬赏墙 激励着一代代帽险家出海的 宝藏传说讲完 厨师也烤好了鱼人肚子上的肉 它们透出熟白的颜色 然有些许焦黑 布满褐色的细小颗粒 闪烁着滋润的油光 反复涂抹的调料 已经渗透入了肉的纹理中 呈现出诱人的视觉效果 迪西烤鱼 和你们经常吃的不太一样 艾尔兰指着厨师 放下的白色瓷盘道 唐纳手按刀叉 跃跃欲试地说道 我最爱吃蜂蜜烤鱼 但这个也很诱人 蜂蜜烤鱼 那得用多少蜂蜜啊 有机会试试 味道应该不错 克莱恩一下就浮想连篇 有了厨师 他们无需再亲自动手 满怀期待地 看着一片片鱼肉 被切割下来 放入不同的盘子里 推到自己面前 克莱恩在享用美食的态度上 是非常严肃的 他没急着对付鱼肉 反倒先端起杯子 喝了口红茶 用微酸的液体 清除口腔内的残鱼味道 做完这一切 他插了片鱼肉 塞入口中 瞬息之间 他感受到了小茴香 罗勒等香料略显刺激的味道 他们充分地打开了一个个味蕾 紧接着 肉的鲜美之水 海盐的咸香微色 柠檬的清爽酸甜 同时爆发 交织在一起 回荡于口腔 引诱出唾沫 牙齿嚼动 被烤出的油脂下 鱼肉最后的绝酱 一条条断开 呈现出肉质本身的美好 和隐约的甘甜 克莱恩吞下嘴里的鱼肉 回忆着上辈子看的美食节目 挑选了一个 醉气和刚才感觉的评价语 层次感分明 非常棒 哈哈 你的语气和用词 像一位美食家 爱尔兰开了句玩笑 唐纳晃了下手里的叉子 附和着说道 叔叔 也许你应该在报纸上 开个专栏 点评不同的餐厅 不同的美食 咦 我为什么一直没想到 这个创业 这是又能赚稿费 又能品尝美食的好工作啊 唯一的问题是 肥胖的人 无法做灵活的小丑 用催吐大法 那多浪费食物啊 克莱恩认真考虑了下唐纳的提议 为了这个美好的夜晚 食物所剩无几时 爱尔兰又到了点苏尼亚血酒 脸色红润的举杯道 克莱恩等人 心情同样不错地附和道 为了这个美好的夜晚 他们相继喝掉了杯子内剩余的液体 看着适者收拾餐桌 打扫甲板 冷冽的寒风里 他们又聊了一阵 聊到了唐纳最感兴趣的美人鱼 克里维斯告诉这个小姑娘 在某些传说里 美人鱼又叫海妖 他们用歌声迷惑人类不是为了好玩 而是狩猎 除了加尔加斯群岛通往苏尼亚海深处的航路上 可能遇到这种生物 人类尚未探索的 充满各种危险的海域里 也有一定的机会发现 但是 这都源于某些海盗喝醉后吹嘘的话语 他们全部回避了 自己是怎么逃脱美人鱼歌声的问题 不是太值得相信 不管怎么样 这至少指出了一个可能的方向 克莱恩记下了他们讨论的话语 唐纳 丹顿 该回去了 你们明天还要早起 陪你们父母共享早餐 塞西尔看了眼月亮的位置 好吧 唐纳恋恋不舍地站起 丹顿则慌忙问了一句 我有机会做冒险家吗 他的心灵 已经被之前的狩猎活动 和刚才的那些传说俘获 克里维斯走到他旁边 拍了拍他的肩膀道 问这个问题前 你需要至少五年的格斗训练 和知识的获取 我想你的父亲 会给你请不错家庭教师的 嗯 丹顿眼睛一亮 用力点头 五年之后 长大起来的你 大概率不会再想做 随时葬身海底的冒险家 克里维斯的处理很老辣 没直接拒绝 反倒给出希望 让时间来冲刷 这就避免了小孩子 突如其来的叛逆 不管怎么样 掌握一门格斗数 对谁来说都不会吃亏 克莱恩双手插入一兜 赞赏地想着 返回船舱内部的路上 克里维斯将两张五磅的钞票 递给了克莱恩 你的酬劳 他刚才已经收到了 爱尔兰购买整只鱼人的150磅 我并没有做什么 克莱恩本能拒绝到 克里维斯用淡蓝的眼眸 扫了他一下 低沉说道 你解放了赛希尔 看好了孩子们 看好了孩子们 克莱恩有些想笑 但最终接过了那两张钞票 在胸口画了个三角形 你比我想象的慷慨 谢谢 他不再推辞 是忽然想明白了一个问题 如果自己不收那10磅 在克里维斯这种资深冒险家眼里 就是对价钱不满意 试图获得更多 随时可能袭击他们 自称冒险家的人里 贪财的疯子绝不在少数 见格尔曼 斯帕罗揣好了钞票 克里维斯收回目光 表情平淡地说了一句 这是海上的规矩 他不再多说 跟在塞希尔和唐纳等人身后 进入了船舱 如果我每一旦委托 每一个任务 都是这种难度 都能有这种收获 我早就靠斯加侦探这个职业发财了 克莱恩自嘲一笑 侧头望了眼高空的红月 他依旧安静 温柔地照耀着黑夜 海上的传说 不同的怪物 我终于找到了点冒险家的感觉 克莱恩转身走至船舷边缘 沐浴着飞红的青纱 欣赏起越远越黑的波浪 心情逐渐沉淀 从贝克兰德大雾霾后的阴郁里 一点点走了出来 凌冽又潮湿的风拍在他的脸上 广袤而无垠的大洋 映入他的眼帘 让他的心胸慢慢地开阔 这个瞬间 克莱恩有了吟唱诗歌的冲动 可他张开嘴巴后 发现自己根本记不起相应的现代诗句 总不能来一句 大海啊 你全是水 大地的通识者 序列真的非常适合做类似的事情 有空地翻翻他的诗集 免得像个文盲 克莱恩边富匪 边望着红月和海洋 叹息了一句 真是一个美好的夜晚 经过一场意外的迷路 探索小队回到了白银城 看着缝隙里长满荒草的城墙 戴里克竟有些恍惚 仿佛自己已经离开了很多年 他的鞋后方 裂魔者柯林 眼神突然迷茫 抬手按了下右侧太阳穴 其余的队员们 则充满了发自内心的喜悦和放松 艰难的探索后 能有一个终点 一个家园在等待他们 是他们心里最美好的事情 柯林的目光恢复了正常 微测脑袋 看向鞋前方 贝克兰德 怀特加 经过反复思考 充满自信的艾姆林 来到父母面前 开口问道 如果 如果我想深入研究我们血族的历史 我该找谁 直接问白银城的事情 很可能会暴露我的问题 我虽然不害怕 很坦然 但为了十足 为了拯救整个血族 我只能选择隐瞒 我一直对血族的历史感兴趣 搜集了不少资料 爸爸和妈妈很清楚这点 不会有任何怀疑 这个借口非常完美 艾姆林在心里自我夸赞了一句 他的父亲和他有五六分相似 戴着父亲撕边眼镜 显得很专业 这位真妾拿到了医学博士学位的身世 放下手里厚厚的解剖学 推了下眼镜道 在贝克兰德 没有谁比尼拜斯大人知道更多 我要是敢去找尼拜斯大人 早就去了 艾姆林想到 语者先生描述的 背负秘密 背负误解的救主姿态 表情严肃地追问道 除了尼拜斯大人呢 他沉睡在地底 不方便频繁被打扰 艾姆林的父亲 拉了下后面睡衣的领子 想了想到 威曼迪 他总认为 自己是一个历史学家 艾姆林暗中松了口气 露出笑容道 我希望去拜访他 呜 汽笛冥想 白马脑号驶入了达米尔港 他将在这个殖民岛屿 补充淡水和食物 于第二天早上再次起航 狩猎于人后 克莱恩度过了两天可以说悠闲 也可以说无聊的生活 对海上的景色彻底乏味 决定今晚去港口酒吧探一探 希望能获得更多的美人鱼情报 找到扮演的灵感 如果遇到哪个满手血腥的海盗上岸 我也不会吝啬教训 蠕动的饥饿内还有一个个灵 等待被释放 克莱恩将所有神奇物品带在身上 额头出汗地离开船舱 下至港口 这个过程里 他遇到了唐纳和克里维斯等人 他们似乎要去港口餐厅 品尝达米尔最出名的烟肉 唐纳和丹顿 趁父母不注意 向刚认识不久的冒险家叔叔打了个招呼 似乎很好奇他打算去哪里 克莱恩回忆微笑 扯拢领口 按照路牌的提示 找到了最近的一家酒吧 飞鱼已久 克莱恩看了眼招牌 发现酒吧的门外 贴满了各种各样的悬赏令 这里面有属于五海之王的八十万磅 也有普通海贼头目的上百磅 从高到低 层层叠叠 形成了独特的风景 都是钱啊 克莱恩驻足于原地 看了好一阵子 收回视线 他推门进入酒吧 发现里面反常的安静 没有这种场合必备的喧闹 发生了什么事情 克莱恩环视一圈 看到穿暗红外套的爱尔兰船长 坐在吧台 看到两个壮汉对峙于中央 第十六章 人设 对峙的壮汉 一个穿着海军特有的蓝白条纹衫 在接近零度的寒冷天气里 依然裸着膀子 他手拿匕首 抵住了对面男子的喉咙 但自身却被一把 能进入博物馆的陈旧 手冲正正指着眉心 手冲的主人 同样是个超过一米八 肌肉结实 脸线油光的壮汉 他剃掉了头发 闻着海雕 嘴里骂骂咧咧到 狗屎海军 在达米尔港 还没有人敢污蔑 我是海盗的线人 那海军 毫不失弱地与他对骂 双方尽情展示着 海上丰富的脏话用词 克莱恩旁观了几秒 沿着边缘绕过 来到妖配直舰 暗藏手冲的爱尔兰船长身边 冷静而随意地问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 两个醉鬼的争吵 在达米尔港 在周围海域 一直有这样的传闻 海雕落根服务于 黑色玉京香号的主人 刚才那位海军提到了这点 却正巧被海雕遇上 黑色玉京香号的主人 不就是地狱上 将路德维尔吗 克莱恩转身坐至 八台前的高脚椅上 轻敲了下木制台面 一杯南威尔啤酒 六便是 肤色古铜 牙齿洁白的酒保擦着杯子 一点也不热情地说道 在陆地特产上 物价比贝克兰德和停根高不少 克莱恩掏出一把铜币 数了六便是给对方 这个时候 洛根和海军的冲突 被酒吧的守卫阻止 各自说着狠话 向不同角落退去 也许是丢了面子的关系 那海军隔了十几秒 就匆匆离去 酒吧内的氛围 重新变得热烈 要完牌吗 爱尔兰船长 指着酒吧侧面的楼梯道 不 克莱恩主要目的是来搜集情报 爱尔兰下意识想拍他的肩膀 但却被他冷军锐利的气质阻止 只能顺势整理暗红色的外套 提醒了一句 不要在这里找女人 克莱恩点了下头 拿起装有南威尔啤酒的杯子 咕噜喝了一口 还有 不要相信这里任何人 他们只有很少一部分话语是真的 爱尔兰端着属于自己的猎朗旗 踏上了通往二楼的阶梯 克莱恩侧头望了他一眼 表情不变地反问道 包括你吗 也许 玄机哈哈大笑 至少我刚才的提醒是真的 嗯 我是个男人 也是真的 那可不一定 这个世界上有种魔药叫女巫 克莱恩收回视线 边慢悠悠喝酒 边听着周围的酒客们吹牛 过了两三分钟 一个矮小瘦削的男子 端着自己的酒 坐到了克莱恩身边 伙计 你像是个冒险家 他微微侧头露出笑容道 这打招呼的男子 黑发蓝眸 五官显老 气质颇为猥琐 可以这么说 克莱恩冷淡地回应道 看得出来 你是一个猎人 追逐赏金和财富的猎人 矮小男子左右看了一眼 低下脑袋 压着嗓音道 听说过幽灵帝国吗 我听说过安利 也听说过被封印在海底的天赋与救主 克莱恩利用无面人的能力 散发出不要靠近我的信号 知道 一艘巨大的 古老的 装满宝藏的幽灵船 我们有他的线索 那矮小男子用富有感染力的口吻刀 我们找到了一些资料 知道了 他下次会出现在哪里 我们不想便宜海盗和海军 不想被别人抢夺财富 所以 决定自己租用武装商船 去那个海域等待 这大概需要1000磅 我已经找到15位同伴 筹集了720磅 你有兴趣参与吗 不等克莱恩开口 他摸索着 拿出了一叠黄褐色的书信 我知道你不会轻易相信 事实上 没人会相信 但前面那15位朋友 在看完这些资料后 都决定加入我们的计划 我长了张荣一被骗的脸 还是说 只要外乡人 都逃不掉这种事情 克莱恩正考虑着 要不要鉴定下那些书信 眼角余光 却看到刚才和人争执的 海雕洛根走了过来 武帝 你又在骗人了 你这个该死在屋水里的老鼠 洛根一把提起矮小男子 将他扔到了酒吧中央的空地上 摔得四脚朝天 这个头部有青色纹身的壮汉 顺势做到了武帝刚才的位置 豪爽笑道 不好意思 这是我们达米尔港的老鼠 总是做一些破坏我们生育的事情 事实上 我们都很有善 你有什么事情想打听 尽管找我 不要相信那些家伙的污蔑 我是一个正直的人 和地狱上将没有一点关系 你越是这么强调 越是让人怀疑 克莱恩略意思索 表情不变 与其平淡地说道 我想知道最近的传闻 没有问题 海雕洛根拍了下把台桌面 对酒保道 来一盘特制腌肉 我请这位伙计 品尝下我们达米尔最著名的美食 酒保还是那副冷淡的脸 推门进入后面的厨房 很快端出来一盘红白分明 纹理细腻的切片腌肉 五磅 他没有看海雕洛根 直接望向了克莱恩 五磅 海雕洛根侧过头 边和须微笑 边抬了下胳膊 显示自己的肌肉 刚才所有人都听到了 你为了感谢我 要请我享用特制腌肉 克莱恩一时竟没反应过来 遭遇了什么 才明白自己被人讹诈了 而且对方的套路相当深 先用一个很容易识破的骗局 让海雕洛根出场 顺利获得目标的好感 接着以请客为由 点一份标价昂贵的特制腌肉 最后翻脸不认人 颠倒黑白 抢买抢卖 难怪老鼠 五敌被扔出去的时候 那些醉鬼没一个起哄 他们都很害怕 据说服务于地狱上将的洛根 该怎么应对呢 我现在的人设是格尔曼 斯帕罗 一个略显疯狂的冒险家 和赏金猎人克莱恩端起杯子 喝了口麦香浓郁的啤酒 语气如常地问道 为什么不直接抢 为什么不直接抢 洛根被问得有点愣住 紧跟着 他看到一个拳头越来越大 动 克莱恩左手挥拳 砸中了海雕洛根的下巴 打得他往吧台位置翻倒 右掌一撑 克莱恩敏捷离 靠近了洛根正要倒下的身体 他大腿绷紧 膝盖猛地往上一提 直直撞在了洛根的下腹部 噗 洛根向后仰起 眼睛突出 嘴巴半张 克莱恩顺势拔枪 将左轮塞进了对方的嘴里 往后拉起即发锤 过 过时 洛根含含糊糊地喊道 克莱恩注视着他的眼睛 忽然抽出左轮 一个猛灰 连枪把带拳头 打在了洛根的侧脸上 洛根的牙齿 当即一颗颗脱落 满嘴都是血污 面对这样的重击 和超过极限的疼痛 他眼睛一翻 直接晕了过去 克莱恩撑住他的身体 从一兜内 找出了一把零碎的钞票 和硬币 因为目测没有超过五磅 克莱恩直接将他们 丢到了把台上 冷静说道 不用找 酒包骨铜色的脸庞 有些泛白 慌张喊道 我老板是白沙 克莱恩看都没看他一眼 松开手 任由海雕落根倒地 然后 他重新坐下 插起一片烟肉 塞入口中品尝 只觉风味还算独特 香辣的味道 丝丝举外扩 抓闹着胃部和喉咙 连吃了两片 他才抬头问道 你老板知道 你和海雕勾结吗 不 他 酒包捏如着回答 见克莱恩没有继续攻击的倾向 且爽快付了钱 靠拢过来的几名守卫 又默默退开了 克莱恩喝了口酒 瞄了眼地上的海雕落根 平静地对酒保道 他是路德维尔的线人 可以领取多少悬赏 不 他不是 酒保摇头道 这都是他自己散布出去的消息 刚才那个海军 就是他花钱请来的 只有这样 才能让这里的人害怕他 听到这个答案 吧台喝酒的人们 都恶然放下了杯子 甚至有醉鬼 踉呛着走到洛根身旁 往他的脸上吐了口唾沫 呸 呸 呸 许多酒客相继仿效 克莱恩重新低头 边吃特制烟肉边说道 讲一下最近的传闻 酒保松了口气 边擦杯子边 断断续续地介绍着 这两个月内的传闻 里面有克莱恩听说过的 也有他刚才知道的 皇家海军的普利兹号铁甲舰 在常规训练里 摧毁了一支路过的海盗团 对巨舰大炮的恐慌 开始传播于一些中小海盗势力里 他们有的 想趁铁甲舰队还未成型的机会 疯狂作案 拿一笔钱退出这个航道 未来半年到一年 海上不平静啊 血之上将瑟尼奥尔和黄昏中 将布拉托夫 伊万 在苏尼亚岛南部海域发生冲突 大战了一场 各自沉了两条船 克莱恩只听不问 逐渐填饱了肚子 他健庄特制腌肉的盘子被清空 于是喝掉剩余的啤酒 缓缓站了起来 记住今天的教训 克莱恩将盘子递给了酒保 酒保刚要伸手 突然被他探长 抓住了脑后的头发 碰 克莱恩用力一按 将酒保的脑袋 砸在了把台上 砸得木屑纷飞 鲜血外流 砸得酒客纷纷躲避 守卫高速赶来 做完这一切 克莱恩拍了下手 拿起自己的酒杯 试图将里面剩余的残酒 倒在酒保的头上 一滴 两滴 三滴 克莱恩默默放弃 转身弯腰 抓起海雕落根 将他丢向了赶来的守卫们 趁着守卫躲避 酒吧混乱的机会 克莱恩快速奔跑 敏捷绕行 轻松离开了飞鱼已久 他按了下帽子 快步前行 转入了旁边的街道 连续变向后 他突然放缓脚步 手中多了枚金币 那金币不断在指尖跳跃 似乎在侦查着什么 第十七章 招揽 叮 金币轻声跃起 翻滚下落 稳稳躺到了克莱恩的掌心 低头瞄了眼 结果是正面还是背面 克莱恩脚跟一旋 动作流畅地转入了一条 僻静阴暗的小巷子 海边的风又冷又猛 于这样的地形内产生对流 让他的那只大衣 不自觉往后扬起 让他的半高丝绸里 冒险些脱落 突然 克莱恩顿住脚步 转过身体 低沉开口道 出来吧 他目光锐利 死死盯着拐角处的阴影 四五秒的安静后 一道身影从幽暗里长出 轻笑一声道 很敏锐吗 这是个披着黑色斗篷的男子 外表年纪三十上下 眉毛成焦黄色 眼睛深蓝却明亮 轮廓不算太深刻 仿佛英帝斯南部和伦堡 赛加尔一带的人种 刚看到他 克莱恩脑海里 就有画面回闪 进入飞鱼鱼酒酒吧时 他职业性地环视了一圈 寻找是否有需要注意的对象 当时的答案是没有 对方大口喝酒 好奇旁观 与别的客人没什么区别 长相也算不上有特色 但那黑斗篷 给克莱恩留下了一定的印象 让他距此于瞬间 认出了跟踪者 你想做什么 维护着自己人设的克莱恩 略微腐地腰背 仿佛叙事待发的巨型猫科生物 黑斗篷男子再次发出笑声 你刚才表现出的格斗技巧和处理办法 很符合我的审美 我追上来就想问一句 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 虽然刚才那个叫做洛根的家伙 确实是在假冒路德维尔的线人 但白沙汉密尔顿 却真的与多谷海盗有联系 充当着不光彩的角色 你在他的酒吧打了他的人 肯定会被他记住 后续有一定的麻烦 而我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你是为冒险家 必然梦想着宝藏 我们则是一群 为了寻找宝藏聚在一起的伙伴 追逐着幽灵帝国 所罗门的遗产 不老权的秘密 死神的钥匙 沉默的月桂号和 罗塞尔的秘藏等传说 穿行于无海 到今天 虽然还没有完成主要目的之一 但也找到了许多失踪的海盗船 这听起来和刚才那只老鼠的说法差不多 对吧 他亲了亲喉咙道 坦白地讲 我们是一伙海盗 由冒险家组成的海盗团 当我们只有特别贫困的时候 才截对商船和客船 并且不会伤害无辜者 我们的主要经历 在寻找宝藏上 时常会有收获 真的 我曾经躺在金碧堆成的床上睡觉 如果遇到别的海盗船 我们也会顺手打击一下 以获得补给 对了 我们船长规定 招募星员前 要说明我们的钢领和待遇 钢领 你们船长有点意思 克莱恩故意让自己的紧绷柔和了一点 以试探对方 是否会趁机进攻 黑斗篷男子一派轻松地笑道 之前是钢领 接下来我讲讲待遇 这家伙底气很足啊 虽然不是观众 克莱恩也能判断出 对方非常自信 完全没拿眼前的场景当回事 我们没有舟星 没有年金 但只要找到宝藏 截略到财富 都会按照地位的不同进行分配 正常情况下 运气还算不错时 最底层的水手 一年也能分个两三百磅 我听说这在陆地上 相当于中产了 哼 如果能找到沉默的月鬼号 我们所有人都会成为父王 黑斗篷男子随意介绍道 根据地位的不同 每个月还有不同天数的假期 但只能累积到一起 错开休息 说着说着 他忽然低声咒骂了一句 狗屎 前年就是因为船长休假 我们错过了找到 幽灵帝国的最好机会 海盗还有年假 克莱恩一时有些诧异 他只觉对方描述的海盗团 透露出强烈的搞笑气息 让他想起了上辈子看过的 恶搞的索马里海盗招新广告 见对方似乎被自己的话语吓到 黑斗篷男子笑着补充道 身为一名冒险家 你是否还在追逐着传说里 那些超越自然的力量 只要加入我们 你就有机会拥有 说到这里 他咳嗽了一声道 忘记自我介绍了 他的表情转为严肃 不再像刚才那样诙谐 冰山中将爱德文娜 爱德华兹的下属 黄金梦想号的第四水手长 烈焰达尼兹 爆出绰号 真名和身份来历后 达尼兹耐心等待起 对方出现惊慌和畏惧的表情 过了一秒 他听见那位外表斯文有理 行动却略显疯狂的冒险家 低沉开口道 赏金三千磅的烈焰达尼兹 达尼兹刚要回答 忽然有了种错觉 那就是 站在阴暗巷子里的对方 化身成了难以描述的 充满饥饿感的怪物 正垂涎着自己灵魂和血肉 达尼兹猛然握紧了拳头 身体失去刚才的轻松 紧绷到竟有轻微战力 他的灵感告诉他 他正面对着一个 满是疯狂与嗜邪感的深渊 这样的状态下 达尼兹完全不知道 过去了多少时间 直到对方再次开口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我 我在度假 烈焰达尼兹的尊严 让他不屑于 回答这个问题 但本能却使他吐出了理由 话音刚落 他感觉对方的视线收了回去 那要啃咬自己血肉 和灵魂的饥饿感 随之消失不见 他站在原地 看着那位穿黑色那只大衣 戴半高丝绸礼帽的 年轻冒险家转过身体 往巷子另一侧走去 鱼即将拐弯时停顿下来 半侧脑袋到 白沙在哪里 他 他住在海地大道一号 但大部分时候 会待在飞鱼已久的二楼 今天也是这样 烈焰达尼兹 如实回答了对方的问题 等到那身影消失在远处 达尼兹才挺直腰背 扯了下斗篷 一个可怕的家伙 他无声叹息道 接着 他找回了思绪 在心里自语道 我必须通知船长 海上多了一个可怕的家伙 这是一个外表像绅士 内心如疯子的家伙 如果没有一定要杀死 他的决心和把握 最好不要对付他 达尼兹拉起黑斗篷的帽子 决定回旅馆睡觉 等待明早电报局开门 将信息传递给住在 罗斯德群岛的中间联络人 至于白沙会怎么样 他完全不关心 另一条僻静街道的拐角处 克莱恩立在阴影里 低头审视着左掌的黑色手套 他发现蠕动的饥饿 虽然被阿兹克先生 做了一定的封印 但对血肉和灵魂的渴望 依然存在于本质里 并试图展现出来 正常情况下 克莱恩不担心 被封印的物品会出什么问题 但当他自己 也有杀人的冲动时 就会受到相应的影响 以至于让那种 可以反噬自身的饥饿感 弥漫了出来 刚才 他听闻对方是 悬赏单上有名的大海盗时 早就有所渴求的心灵 瞬间泛起杀意 让蠕动的饥饿 像于得到水一样活跃了起来 幸运的是 克莱恩在这方面 一直拥有良好的自制力 从对方之前的话语里 判断出 他不是那种满身罪恶的海盗 轻松收敛住了内心的冲动 有了蠕动的饥饿 格尔曼 斯帕罗的人设 就没有漏洞了 克莱恩缓了几秒 掏出没金币 连做了两次占卜 一是烈焰 达尼兹是否在撒谎的问题 二是 白沙汉密尔顿 是否能对自身造成危害的问题 第一次获得的启示表明 烈焰达尼兹 没必要撒谎 第二次则说明 白沙汉密尔顿 无法造成危害 金发蓝眼 五官普通 紧接着 克莱恩解开那只大衣的扭扣 拉起那里的衬衫 让他不再扎在裤子里 简单变化了穿着后 未戴手杖的克莱恩 额头冒汗 嘴唇发干的辨识方向 往飞鱼鱼998返回 路上 他再次遇见了烈焰达尼兹 对方只是看了他一眼 就收回了视线 往98另一侧的旅馆走去 审视了下悬赏墙 克莱恩平静伸手 推开大门 走了进去 此时 距离他逃出这里 还不到十分钟 酒吧里面 客人们散去了不少 但还有许多 最诡微在这里看热闹 他们的目光齐刷刷 投向了新的客人 但又相继收回 克莱恩一路畅通无阻地 来到了吧台位置 他看见酒保眼神惶恐地 站在一个胖子的身旁 额头包着厚厚的白绷带 鼻孔塞着软指 脸上多是瘀青 那胖子又高又大 皮肤显白 就仿佛真的大白沙游到了陆地上 他摸了摸自己发亮的光头 对另一侧穿暗红外套 配船长直见的爱尔兰道 有人告诉我 你认识刚才那个家伙 今天到港的客船只有三艘 陌生的外乡人不会太多 你不要试图撒谎 爱尔兰拍了下剑柄 轻松笑道 是的 他是我的乘客 但今天的问题 很显然在你的人身上 所以 我只想让他回到这里 向我道歉 并赔偿损坏的吧台 高大的白胖子 皱眉说道 爱尔兰哈哈一笑道 白沙 我家乡有这样一句谚语 不要因为仓库里的老鼠 憎恨路过的野狗 公正的爱尔兰 这就是你的态度 白沙汉密尔顿 眯起了眼睛 爱尔兰握住手冲的木柄 上前一步 陈生说道 是 这就是我的态度 船长很强势啊 克莱恩对爱尔兰的表现 略感诧异 默默对视了几秒 白沙汉密尔顿吸了口气道 你曾经帮助过我 我可以不要道歉 但他必须赔偿一半的损失 有你转交 不错的提议 爱尔兰露出了笑容 白沙汉密尔顿 阴着脸孔 左右看了看 他猛的挥手 一巴掌抽在了九宝的脸上 九宝飞了出去 掉了一地的牙齿 就在五米外的克莱恩安静看着 仿佛这一切与自己无关 第十八章 审问白沙 扑通 九宝摔在地上 痛得蜷缩成一团打滚 白沙汉密尔顿重重哼了一声 什么话也没说 扭头走向二楼 踩得木制的阶梯吱嘎作响 热闹看完 酒鬼们纷纷散去 爱尔兰船长等人 不受影响地返回上层 继续打牌 克莱恩趁这个机会 跟着踏上了楼梯 他回到飞鱼已久 不是为不存在的危害 对付白沙 纯粹是想从这位 与多国海盗势力 有联系的酒吧老板处 了解更多的情报 毕竟 他为新身份 取名格尔曼 隐藏的意思就是 要狩猎满手血腥的海盗 用他们的灵 肉 和非凡特性 替代蠕动的饥饿内的待释放者 达米尔港没有煤气资源 二楼的过道相当昏暗 两侧墙壁镶嵌的黄铜烛台上 灯火摇曳 暗淡如豆 克莱恩边观察环境 边伸手在脸上抹了一下 悄无声息 变成了一楼的某位守卫 至于衣着装饰的不同 他用制造幻觉的能力 进行了弥补 做好准备 他向着灵性直觉里的 白沙汉密尔顿房间走去 他最先路过了打牌的地方 没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他来到恶守通道的几名守卫前 自觉停住脚步 压低嗓音道 楼下又有点事情 风暴在上 今晚究竟怎么了 一名守卫感叹出声 希望那些可人 不要受到伤害 另一名守卫 略有点担忧地说道 他指的是 依附酒吧的妓女们 他们没事 克莱恩越过守卫 来到白沙门前 绝紧地抬手敲动 谁 汉密尔顿警惕问道 老板 是我 楼下又出现情况了 克莱恩回忆着 刚才看热闹时 获得的称呼信息 刻意沙哑着嗓音道 该死 汉密尔顿怒吼了一声 竟来说清楚 发生了什么 克莱恩扭动把手 走了进去 顺手关门时 他解除幻术 脸部肌肉急速如动 便回了上一个身份 金发蓝眼 五官普通的新酒客 你 汉密尔顿先是一愣 旋即张大嘴巴 试图高呼 与此同时 他手背浮现出片片虚幻于灵 本就高大肥胖的身体 又膨胀了一圈 突然 他心跳怦怦加快 源于本能的强烈恐惧 扼住了他的喉咙 这一刻 他觉得 站在门边的陌生人 就是一只饥饿了许多天的恶魔 正用冰凉可求的目光 来回审视自己的血肉和灵魂 刹那之间 白沙汉密尔顿 陷入极度的恐慌中 无法做出有效的应对 克莱恩慢悠悠走到沙发位置 坐了下来 礼貌笑道 现在可以平静交流了吧 被恐怖怪物盯上的感觉 豁然消失 汉密尔顿一下变得轻松 他的身体 则如同被戳破的气球 干瘪了许多 他不再鲁莽呼救 额头健汗地问道 你是谁 你想做什么 一个猎人 克莱恩随口回答道 听说你和多股海盗势力有联系 我想知道相应的情况 不 我没有 白沙汉密尔顿下意识否定道 他立刻又感受到了那种疯狂到极致的饥饿 只觉对面男子的眼睛 都似乎染上了一层暗红 克莱恩在心里斟酌了下人设 斯文笑道 你有两个选择 一是坦白地回答 二是被我杀死 然后 坦白地回答 杀人通灵 白沙汉密尔顿听说过类似的传闻 艰难吞咽了口唾液道 你为什么想知道这些情况 克莱恩露出笑容道 我是个猎人 我追逐的是赏金 汉密尔顿忽然觉得 对方彬彬有礼的笑容里 透着说不出的疯狂意味 忍不住脱口道 你 你疯了吗 类似的冒险家 我见过不少 但全都葬身在了海底 单独猎杀一名海盗并不困难 但你能防备后续的报复吗 酒吧内的妓女 看起来很普通的顾客 也许就是海盗的线人 与你有善的同伙 随时会被收买 背后给你一枪 海盗们还会提前搜集情报 唯独你乘坐的船只 你能保护所有的乘客吗 你能在一门门火炮的轰击中 在无法逃跑的大海上 活下来吗 一口气宣泄完内心的恐惧 他看见对面自称猎人的男子 又一次绽放斯文温和的笑容 都杀掉 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了 真正的疯子 白沙汉密尔顿吸了口气道 我和许多海盗是有联系 但都是被动的 他们抢到的现金 珠宝 货物需要售出 需要换成烈酒 食物 淡水 武器 和女人的安慰 这都得通过我 但我只能在这里等待他们 不清楚他们的船只 究竟行驶在哪里 最近的目标是什么 还有呢 克莱恩不动声色地问道 刚才他的回答 主要是吓唬白沙 至于海盗的报复 他一点也不担心 身为无面人 要是这么容易就被找到 那还不如找个地方 自沉海底算了 还有 白沙汉密尔顿猴头 如动了下 没立即做肯定 或是否定的描述 他紧闭嘴巴 望着那带半高丝绸礼貌的绅士 与对方平静内敛 仿佛在酝酿疯狂的眼睛对视起来 让人不安的沉默 像是暴风雨来临前的海面 轻轻回荡着 碰撞着 发叫着 终于 汉密尔顿移开了视线 烦躁地将手撑 在面前的桌子上道 是的 我还在替他们搜集消息 如果有紧急的情报 我会利用他们寄予的电台 提醒他们注意 白沙不敢冒险 害怕对方拥有独特的非凡能力 可以判断 自己是否说的是真话 是否说出了全部事实 电台 博弈成功的克莱恩 敏锐捕捉到了一个名词 这是他们告诉我的称呼 和电报类似 但不需要显 汉密尔顿转身走到 灰白色保险柜前 蹲了下来 无线电报 海盗这么高科技了 克莱恩隐约猜到了 对方所说的电台是什么 他曾经想过 发明类似的东西 结果翻向印杂志才知道 无线电报早就已经出现 只不过在商用领域 暂时还没有找到 属于自己的位置 分隔南北大陆的狂暴海 常年电闪雷鸣 磁场紊乱 风暴肆略 只有少数几条航道可以通行 即使装备了无线电报 也近乎没有作用 同样的 迷雾海 苏尼亚海 天气变化剧烈 存在诸多影响电磁传播的因素 无线电报的应用 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难道出了可以解决 部分问题的改进型 克莱恩看着白沙 将保险柜前面的地板撬开 通过拧动装置 让墙上出现了一道密门 密门后是分为三格的隐蔽柜子 最上层放着些文件和票据 中间有左轮 新式半壁枪等武器 下方则塞着复杂的黑色机械 克莱恩只是瞄了一眼 就通过上辈子的印象 和之前搜集的资料 判断出那机械造物 属于无线电台 就是这东西 他们称呼这是电台 拍出的消息 最远可以被罗斯德群岛的 类似东西收到 更远一点 必须看天气 靠运气 平时 平时也很麻烦 很多限制 汉密尔顿不是太懂 根据接受的教导和使用的经验 模糊描述着相应的情况 比目前正商业化的 新型无线电台要厉害 也不知道是谁发明的 克莱恩安静听完 直接问道 他们是谁 他让自己表现得 像是个不懂科技的赏金猎人 白沙汉密尔顿 抹了把额头的冷汗 自称为黎明后主人服务的 银币毒舍奥德尔 以及血之上将的情报官老奎英 他们是一起出现的 我无法确认 他们是否在合作 当然 奥德尔一直都只是宣称 黎明号的主人 那位神秘女王 克莱恩收回视线 手中不知什么时候 多了枚金币 金币不断在指尖滚动 最后跃入半空 落了下去 看得白沙不明所以 战战兢兢 低头瞄了一眼 克莱恩缓缓站起 就在这时 他突然问了一句 谁给你的魔药 老 老奎英 汉密尔顿犹豫了下 还是选择坦白回答 克莱恩轻轻点头 不再询问 转身走向了门口 哐荡 木门打开又合拢 穿黑色那制大衣的身影 消失在了白沙的房间内 汉密尔顿平住呼吸 等待了十几秒 终于长长地淤了口气 他快速擦掉脸上的汗水 将电台搬到桌上 翻出个密码本 忙碌着向远方拍了风电报 我被人盯上了 陌生的家伙 专心致志的汉密尔顿身旁 克莱恩双手插兜 静静看着 将拨断平谱和密码本的内容 全部收入眼底 他刚才的离去 只是一场大型幻术表演 对付白杀者 水手途径的低序列者 绰绰有余 至于之后 是否能记住具体内容的问题 占卜家并不需要考虑 一次梦境占卜 就能全部回想起来 雪之上 将和他的手下酷爱杀人 喜欢鲜血 热衷对女性施暴 每次劫掠客船 总会制造出惨案 这是公认的事情 而他们自身 也很为此自豪 总是不吝啬宣扬 狩猎的目标 冒险的对象 优先考虑他们 克莱恩略作思考 趁汉密尔顿收拾电台的机会 准备真正离开这个房间 他暂时不打算对付白杀 怕惊扰到真正的猎物 反正这种身在陆地上 有固定底盘 且被自己拿住了把柄的家伙 事后一封举报信 就能轻松解决 克莱恩无声的脚步里 房门缓缓裂开 又静静合拢 带入了轻微的凉风 第十九章 诱饵发出电报 收拾好桌子后 白杀汉密尔顿 彻底放松下来 有心情和能力 去思考事情的细节 最先跃入他脑海的问题则是 外面的守卫呢 他双手一撑 猛然站起 脚步沉重地走到门边 拉开一瞧 发现几名手下 正歪歪斜斜地站在那里 讲着与女人有关的笑话 汉密尔顿先是怒火充脑 旋即冷静下来 脸部肌肉略微跳动地 垂了下敞开的房门 动 几名守卫吓了一跳 本能转头望向门边 他们慌忙站好 捏入着开口 白杀无声吸了口气道 你们刚才有看见 谁进入我的房间 有 拉尔德罗 说是楼下有状况 守卫们对这个问题异常迷茫 老板明让他进去的 话音刚落 他们忽然想到了别的解释 纷纷询问道 头儿 老板 里面有物品失窃 汉密尔顿表情下沉 摇了摇头 不要走神 哐荡 他缩回身体 关上了房门 留下几名守卫在那里 你看我我看你 怀疑头儿已经喝醉 房间内 又高又胖的汉密尔顿 皱着眉头 来回躲起了步 拉尔德罗 拉尔德罗 他们看见的是拉尔德罗 那个家伙 那个家伙 能变化成其他人的样子 身为帮海盗销赃 并搜集情报的合作者 白杀 汉密尔顿 对海上的各种传闻并不陌生 最先想到的就是 据说能变成任何人的 前海盗将军 齐林格斯 但是 他很快就联想到了更多 不一定是这种神奇能力 如果真的河流眼里的描述接近 幻术 暗示 精神方面的操纵 都可以办到类似的事情 嘶 有个地方感觉不太对 刚才那个家伙外表斯文 内心疯狂 实力恐怖 怎么会为了潜入 假装我的下属 并且称呼了一声老板 以他表现出来的性格 他应该打晕 或杀死沿途见到的所有人 散步一样走到门口 然后再非常有礼貌地敲门 如果说是为了不制造大的动静 不留下太多信息 不暴露自身序列相关的秘密 那他完全可以用更隐蔽的方式 比如爬窗 很矛盾 这样的矛盾 只有一个解释 他在伪装 伪装性格 还是伪装强大 或者 两种可能都有 想到这里 汉密尔顿突然顿住脚步 将所有细节串了起来 那个家伙是个新手 他的疯狂是伪装的 他的强大是依赖某件神奇物品 表现出来的 对 一定是这样 只有这样才能说明 那些矛盾的地方 他不攀爬外墙 从窗口进入 是因为他本身序列低 且不擅长这方面的事情 神奇物品的侧重 也不在这个领域 他为了顺利进入房间 愿意低下脑袋 称呼我老板 是因为纯粹依靠神奇物品 对本身没太大信心 不够高傲和疯狂 他表现得像个疯子 是为了配合神奇物品 让人产生恐惧的效果 制造压力 询问消息 这也能非常完美地解释他 为什么就那样离开的问题 他之所以找上我 是因为得到了一件 强大的神奇物品 野心膨胀 想通过抓捕 和猎杀一些海盗发财 等知道 我是在为银币读射奥德尔 和写之上将的情报 关老奎因服务 且可能涉及神秘女王后 就害怕了 畏惧了 稍作敷衍 就选择离去 不敢杀人 白杀汉密尔顿 越想越觉得自己找到了真相 忙重新弄好电台 翻出密码本 补发了一则情报 将自己的猜测 简略描述了一遍 他认为自己并没有被猎手盯上 之前的事情 纯粹源于一个 获得奇遇的年轻人 膨胀的野心 而对目标 他也给出了相应的特征 金发蓝眼 并不疯狂 甚至有些胆小 拥有一件相当神奇的物品 也许能变化长相和身材 也许能制造幻觉 结合恐怖感 后者可能性更大 总之 无从知晓他真正的样子 是个没什么经验的新手 擅长借助物品 伪装出强大的气势 对我有一定的了解 不像是第一次来达米尔港的外乡人 哒 哒 哒 汉米尔顿停下手指 满意地往后一靠 压得椅子枝嘎作响 他嘴角一点点翘起 似乎已经看到了 刚才那个混蛋的结局 一个序列很低 却拥有强力神奇物品的家伙 在海上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多的是贪婪的鲨鱼涌向他 到时候 就不需要再担心 我的问题会暴露出来 夜色下的港口颇为安静 离开飞鱼已久的克莱恩 绕向远处 先快后慢 逐渐进入散步状态 等确认没人跟踪后 他在途经阴暗地带时 将脸孔变回了格尔曼斯帕罗 将衬衣下摆扎进了裤子里 理了下病脚 克莱恩抽出金边眼镜 架在鼻梁上 外表斯文里透着些许冷峻 他开始依靠星辰 辨别方向 往白马脑号停靠的位置返回 走着走着 他低笑一声 在寒风扑面中 悠然想到 希望白沙不是那么愚蠢 能看得出来我留下的那些破绽 他为今晚 拜访者 做的人设事经验不多 会犯错误的心境冒险家 而这个人 对达米尔港和白沙 颇为了解 身上带着一件 引人垂涎的神奇物品 被强大的力量弄晕了脑袋 内心显得有点疯狂 克莱恩最初的想法是 海盗流窜于大洋之上 其实海军 也很难找到他们 如果自己能从白沙 那里获得较为确切的情报 那当然 可以直接上门服务 要是不行 就以这个身份 完成初步的狩猎 等发现白沙能联络上 写之上将的情报官老奎因后 克莱恩的计划随之完善 那就是 获得密码内容和频谱波段 监听相应的情况 掌握目标的动向 并干扰占卜 然后在最适当的时机 以强力神奇物品 和弱小冒险家的组合为诱饵 钓几条大鱼 现在的问题是 我没有用来做监听的装置 海上基本买不到 得以世界的身份 请正义 或者魔术师 小姐在贝克兰德帮忙采购一套 用献计的方式发货 这就是塔罗会的优势啊 想到这里 克莱恩一阵感慨 眼见白马脑耗在望 他稍微加快了脚步 发现唐纳一家 和克里维斯等人 从另一条街道返回 克里维斯以汉手的方式 和他打了招呼 与正式相遇时 低沉开口道 我听说费鱼和酒那里有人闹事 消息很灵通吗 对达米尔岗相当熟悉啊 克莱恩勾了嘴角 平淡回答道 只是教训了两个骗子 克里维斯眉头微动 忽然觉得自己对格尔曼 斯帕罗的判断有些错误 经过之前的观察和相处 他认为 这年轻的冒险家 虽然风锐了点 内敛了点 冷了点 但还算是个有笑容 懂礼貌 致敬退的人 而现在 他有些把握不准了 只觉对方的内心深处 也许藏有疯狂的火焰 这时 唐纳的父亲插言问道 克里维斯先生 这位是 一个同行 格尔曼 斯帕罗 克里维斯非常简单地介绍道 克莱恩礼貌微笑 伸出右掌 很荣幸遇见您 以后如果需要雇佣人 又找不到克里维斯他们 可以考虑我 没问题 希望你和他们一样的强力和专业 唐纳的父亲 表面热情地与克莱恩握了握手 并自我介绍道 乌尔迪 布兰奇 克莱恩刚松手回退 灵感突有触动 只觉布兰奇家仆人们提着的理合内 有轻微的异常 他悄然开了灵室 发现理合内装的是一条条烟肉 但烟肉的表面红得很红 白得很白 黑得很黑 就仿佛来自灵界的事物 有灵界的气息 但基本没危害 这烟肉很奇特啊 克莱恩内心一阵诧异 注意到他的目光 唐纳的父亲笑了一声道 这是达米尔岗的特产 这座岛屿的中央 有一座死火山 周围几个地洞 则存在缝隙 有天然的热风吹拂 在那里亮着烟肉 能获得美妙而独特的风味 它可以作为礼物 送给朋友 斯帕罗先生 如果你想买一点 现在还来得及 独特的风味 灵界口感 克莱恩大致明白了 是怎么回事 根据神秘学的理论 灵界是与现实完全重叠 却又互不干涉的 必须依靠非凡力量 才能打破间隔 但这种情况并不绝对 世界上存在一些灵界过强 隐约影响现实的地方 在这样的区域里 死者很容易变成水鬼 僵尸等东西 住宅内也有不小的 可能出现灵异事件 达米尔岗的地洞内部 应该就有类似的情况 但并不严重 为造成异常 只是让烟肉 染上了独特的风味 这种东西不一次吃很多 没什么问题 克莱恩微笑回应道 我对烟肉没什么兴趣 直到这一刻 他才确认 之前酒包给的烟肉 属于普通品种 并非特质 就在这时 小男孩单顿 指着半空的月亮道 好红啊 嗯 唐纳点头附和 好红 克莱恩抬头看了一眼 只觉今晚的红月 与往常没什么区别 因为小孩的灵脚为纯净 吃了这种烟肉 沾染灵界气息后 具备了短暂的 一定的灵视能力 这个岛屿上的孩子们 会不会也有类似的情况 哼哼 这也许就是达米尔港的 民俗传说源泉 克莱恩审视一番 找到了答案 一行人散步回到船边 沿着弦梯 上了甲板 克莱恩与他们告辞 往二等舱位置行去 突然 他心中一动 再次开启了灵视 他看见那巨大的白骨信使 出现于面前 将一封信丢了下来 第二十章 阿兹克回忆里的画面 啪 克莱恩伸出手去 刚好接住了那封 略显沉淀的信 巨大的白骨信使 没有停留 直接崩解成喷泉 一根根落入甲板 消失不见 似乎不想在这里 多待一秒钟 拿吻信的克莱恩 并未直接低头审视 循着灵性直觉 本能转身 望向了通往 一等舱的木质阶梯处 他看见唐纳和丹顿姐弟俩 眼睛圆睁 嘴巴半张 似乎因刚才那幕场景 想要尖叫 却还没来得及发出声音 就看到事情结束 于是怀疑起 本身出现幻觉 吃了达米尔岗 特制腌肉的小孩 有一定的 短暂的零食能力 克莱恩眉头微动 像狩猎于人时那样 抬高左手 竖起食指 抵在嘴边 让两个未成年的小家伙净声 身材已颇为高挑的唐纳 当即抬手 捂住嘴巴 又害怕又激动地点头 事宜自己知道了 他往斜下一看 发现自家弟弟 还是那副呆呆愣愣的样子 忙拉起他的胳膊 将他的手掌触向嘴边 克里维斯和塞希尔 察觉到他们的不对 停住脚步 望向克莱恩 但什么都没有发现 面对他们的注视 克莱恩平淡汗手 继续走向属于自己的房间 一枚金币 不知什么时候 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上下纷飞 左右游动 似乎拥有了生命 定 金币弹起又落下 数字朝上 表示否定 这意味着刚才的插曲 不会给克莱恩带来危害 真是的 现在这个信使 一点也不懂礼貌 不像以前 会拍拍肩膀 推下身体 预先给予提醒 或者直接将周围灵界化 防止被普通人看到 克莱恩付匪一具 掏出钥匙 打开了房门 他坐置低矮床铺的边缘 点亮还剩半截的蜡烛 拆开了阿兹克先生的回信 抽出里面的物品 最先映入他眼帘的是 黑黄地牌 看着那张让人不爽的脸孔 克莱恩本能松了口气 放下了担忧 他害怕的 不是阿兹克先生不归还自己 这点信任还是有的 毕竟魔药配方和相应仪式 可以抄录下来 只有与高阶材料 发生聚合效应的特性 无法模仿 而这明显不是阿兹克所在的途径 也非可以替换的那种 大佬对此没有需求 克莱恩担心的是 信使被打劫 失落掉这对自己灵体状态 有很大帮助的亵渎之牌 这并非不可能 灵界奇奇怪怪的生物难以计数 出几个喜爱抢劫信使 且善于定位的家伙 也不是什么太难以理解的事情 与黑皇帝牌一起归还的 还有那枚来自灵教团成员的同哨 暂时收起这两件物品 克莱恩展开很有质感的性质 阅读起阿兹克的回复 那张描绘有黑皇帝的牌 让我回想起了一些画面 有山峰一样高大 这鲜红披风的血皇帝 他眼神异常疯狂 近乎没有理智 处在失控的边缘 有复活归来的真正黑皇帝 他坐在巨大的王座上 俯视着大地上的一切 我仰望着他们 被血皇帝看了一眼 但具体的细节还需要回想 或许就是 那次遭遇的创伤 让我一次又一次失去记忆 不断死去 又不断醒来 对于狂暴海的死神宝藏传说 我并没有太大的触动 也许等我乘船前往南大陆 途经那片海洋时 才会有一定的感应 被自然吸引 那枚童少主人的经历 很像不死者的仪式 但又有明显的不同 我感觉到了邪恶的气息 和危险的征兆 相信童少的主人 正处于某种诡异又可怕的状态里 你最好不要吹响那枚童少 驱使信使 这会带来极大的危险 等我彻底恢复记忆 弄清楚那样的经历 究竟代表什么 再做尝试 你提到的童少主人遗留的羽毛 能用在死灵领域 是独特的 富有灵性的材料 等我回想起更多 就整理一些 能让你使用它的仪式 和符咒知识给你 说到这件事情 我想起你询问过去 除非凡特性内精神污染的办法 这大概需要再等待一段时间 至少到目前为止 我在这方面 处于空白状态 还有 我隐约记得 在南大陆 有一种奇特的生物 叫羽人 那张牌 最好做一定的封印 否则可能给你吸引来 强大的敌人 和众多的灾祸 我可以给你一些技巧 这不算太困难 第一种 改进的灵性之强 果然 开启后的亵渎之牌 有聚合效应 还好我之前都丢在灰雾之上 根据阿兹克先生描述的内容看 它应该不是失忆的死神 否则不会有仰望血皇帝和黑皇帝的说法 他是死神的子嗣 跟随那位神灵 参与四皇之战 不幸受到严重创伤 应该是这样 克莱恩边思索 边挫出一朵火焰 烧掉了性质 接着他尝试了下封印技巧 熟练了阿兹克在信上教导的知识 做完这一切 他又举行仪式 把黑皇帝牌和灵教团同哨 带入了灰雾之上那片神秘空间 杜绝意外产生的任何可能 毫无疑问 克莱恩不愿意在大海上 突然遭遇乌海之王纳斯特 清晨 太阳越出海平线 将远处染得一片金黄 克莱恩到食物并不丰富的 二等舱自住餐厅 吃了两片加培根和黄油的吐司 喝掉了一杯柠檬红茶 填饱肚子 他来到甲板上 呼吸新鲜的空气 欣赏早起的美景 这时 他看见爱尔兰船长醉熏熏地回来 佩戴的直舰摇摇晃晃 想到昨晚的事情 克莱恩迎了过去 不露笑容地说道 上午好 白沙没找你麻烦吧 他应该查得出来 我是白马脑号的乘客 穿暗红外套的爱尔兰 摘下头顶的船型帽 哈哈笑道 这是他自己的问题 其实 他有让你赔偿一半的吧台修理费 不过这并不多 也就几苏勒 正好我昨晚赢了六棒 多给了些小费 事情就算结束了 船长 你这是 怕我这个疯狂的冒险家 为了面子 把事情闹大 所以直接自己承担了 克莱恩沉默几秒道 我明白了 接着 他便转过身体 重新走向船头 便留下一句很轻的话语 谢谢 回到刚才的位置 克莱恩感受着海风扑面 缓缓吐了口气 只觉凹人设太他妈难了 吹了汇风 他正要返回船舱 身旁突然多了两道身影 正是唐纳和丹顿姐弟 负责保护他们的塞西尔 则在几步之外有意 唐纳昨晚明显没睡好 眼带有些浮肿 脸色颇为暗淡 但精神相当亢奋 明明学着克莱恩看风景 眼珠却灵活地转动着 就在和他状态差不多的丹顿 想要开口时 他抢先道 叔叔 昨晚 昨晚那个 那个是谁 说话的过程中 他眼望前方 未曾侧头 但身体有轻微的站立 似乎回想起了 当时看见的画面 那是一位信使 你们可以理解为邮差 克莱恩同样没看两个小家伙 仿佛在说 今天早餐吃的是什么 信使 丹顿险些控制不住音量 世界这么大 总会有些奇特的生物 相信我 虽然他看起来很凶恶很恐怖 但其实很温和 很有职业道德 他刚才替远方的朋友 给我送了封信 克莱恩略微解释道 努力把身高近四米的白骨性 是描述的可怜 若笑 无助 一晚的惊慌过去 因自身没受到什么损害 唐纳已平静不少 眼睛不自觉地发亮道 好 好神奇 就跟在听故事一样 很酷 丹顿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接着 他有些不解地问道 可为什么其他人没看见 他们都没有反应 那是因为你们心灵纯净 克莱恩微勾嘴角道 他这是善意的谎言 毕竟不能直接说是 特制腌肉的问题 那会让两个好奇的小家伙 忍不住尝试 这样一来 不提大量摄入 会造成生病的问题 仅是乱开灵室 就属于很危险的事情 即使克莱恩现在能长久地 支撑灵室的消耗 也不敢始终开着 有的时候 看见不该看见的东西 是会狂乱甚至死人的 我们 我们也能有自己的信使吗 唐纳好奇又兴奋地问道 这得看运气 克莱恩表情平静地简洁回答 他心里却忍不住吐槽了一句 我都还没有属于自己的信使 想得到信使 必须先设计准确的召唤仪式 准备好相应的灵界生物契约 而这属于专门领域的知识 胡乱折腾 非常容易召唤出不好的东西 所以 克莱恩在有把握前 不敢鲁莽尝试 嗯嗯 唐纳颇有些期待 接着 他小小声道 叔叔 我们会替你保密的 他旁边的丹顿 跟着重重点头 这个时候 一位在达米尔岗上船的新乘客 提着行李走上了甲板 烈焰达尼兹拍完电报后 考虑到船长或许要吩咐一些事情 决定中断假期 前往罗斯德群岛的首府待命 他通过自己的渠道 弄了张船票 戴了顶甲发 涂黑了眉毛 非常轻松 就上了白马脑号 等待着这艘克伦鸣笛出港 唉 正像罗塞尔大帝说的那样 有能耐的人 总是会劳累一点 达尼兹边往船舱走 边悠闲四望 忽然 他看见了一道熟悉的身影 他看见那身穿黑色大衣 外表斯文 本质疯狂的年轻冒险家 正站在船头 像绅士一样 对自己露出礼貌的笑容 达尼兹的脸部肌肉 一点点变得僵硬